教育部宣布增建10加6新滑小 其中一家就落在槟城 财政部长林冠宁表示 教育部是根据需求分配滑小 由此可见 检查政府在大选前的滑小分配 明显带有政治意图 我们已经说过10加6的那种方案 是一个一种政治 马化那种玩这个政治安装手段 因为根本没有看需求 是看他们的政治考量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宾州是华人最多的州数 连一间华小也不要给 真的是讲不过去 林冠宁今早出席升旗山机构的活动后表示 宾城是华人最多的州数 虽然目前只获增建一所小学 但相比前朝 至少纠正了不公平的行政偏差 现在我们说 虽然只是多一间 但最少也是有一间的 而且我们也从 从那个10加6人的房子拿一间出来 也不要说拿太多 因为也是其他州也是有他们的需要 另外林冠宁也针对 我是马来西亚人言论 回呛马华玩弄极端种族主义 他说他确实是以马来西亚人身份优先 但没否认本身是华裔 所以在这方面你看 马华就玩那个 我们是反非马来人 回教党跟武统就说我们反马来人 反回教 可是虽然他们玩这个种族 集团种族的政治 他们两个政党能够合作 真的是物以累计 真的是物以累计 能够同样的配合合作 由于外界盛传 隶属财政部的七个机构将会关闭 林冠英拒绝回应 并表明这件事应该由首相敦马哈迪 发布官方声明